大家好,歡迎收看東網期趣節目 我是Yammy 即使是生活傻逼才淪為小偷 終歸都是犯法,要負上法律責任 不過世上病產不少,一來而去都算是撤散了警力 而是一起去片看美國近日發生的一宗烏龍搶劫事件 根據美媒週日報導 這種離奇事件發生在今年8月 片段近日在網上熱傳 一名年僅17歲的搶匪和兩名女同伙 在光天化日下 將目標定在華盛頓州西雅頭富人區 一間全球知名的名牌時尚精品分店 一行人在店內 快手搶走價值1.8萬美元的手袋等 兩名女同伙隨即成功逃脫 唯一意外就是17歲的搶匪 她在試圖逃跑時沒有注意到玻璃門關上 直接狠狠地一頭撞上去 擋場遠倒在地上 保安急忙想前壓制 將她移交給警方 網友笑言 多得店家把玻璃擦得夠乾淨 而在中國節光 亦有一名笨賊深夜艱難轉門拉倒線 慢慢猜不到 剛剛轉入門內戴上頭盔 全副武裝準備動手時 就和民生以來的店主四目相對 網友笑指最怕突然安靜而出現緊張局面 並查隨即落荒疑圖 最終因為涉嫌盜涉 而被刑事拘留 發網難逃 好了,今集說到這裡 多謝收看 拜拜!